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到现在还没来 他终于出现了 他一边走一边吃 我想 他吃得太饱怎么运动呢 果然 他的肚子不舒服了 第二天 我和泰格丽约好在祖屋楼下一起温习功课 这一次 他又迟到了 他来温习功课 竟然没带文具 我想 作为他的朋友 我是不是应该指出他的坏习惯呢 他已经离不开垃圾食物和汽水了 我应该让他知道 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他能够注意饮食 远离这些不健康的食品 作为泰格丽的朋友 我应该让他知道怎样过健康的生活 朋友 让我们一起追求健康的生活吧